一塊塞兩條線 他們全部散開了耶 沒有人在車上了 那個之前下車 她老婆也下車了 對 我老婆她老婆 她全部下車 然後她就說 我坐計程車回家 放QQ 市區秀歡迎光臨 等你來嘉義 主持群林美秀 動力火車911和范孝勳 在澎湖原貝宇 展開社區再生計畫 三人合體兩項 分享一起生活15天 發生了趣事 錄影的第一天 我就跟春風一起工作 眼睛了 不是 因為她刺青 妳是怕什麼 妳是怕家裡會被嘟燈嗎 不是 我們要整理房子 從第一間到第六間這樣 第一間到第五間 我完全都沒有講話 真的假的 我第一句話問她說 真的受不了 因為我們想說再不講話 導演很難進 真的 一直整理房間 到最後一間不行了 春風 打破什麼 對 那一天結束之後 他們的經紀人就跑過來 跟我講說 邱欣哥 不好意思 今天可能天氣太熱 然後那個春風 那個心情比較不好 他就沒辦法 他就不會講話 心情也不好 怎麼這樣講 然後後來就是跟他認識之後 你看這個項鍊是春風送的 所以我覺得 春風是一個內心火熱 沒錯 他整理真的很好 一開始你就會很怕他 爭執倒是不會 有一天走心 他們沒得進去講 剛剛我把眼影 進去講那天 我們真的是去找那個 炸的那個白色的布 我們用投影的 看現場 然後沒有的 我們就算了 算了 我們就打贏那天沒有意義 你沒中把空間都趕走 沒有 沒有 朋友們飄洋破海 共襄勝局 金螞蟻地 來 今天 他們請得動你 聽到你們在這兒我就來啦 媽媽 好 好 因為小天是其實很少上 因為我們就是演員 就是有一個很奇怪 就是 欸 比較小 對啊 對啊 就是起不起啦 他會吃啦 不好 因為他時間上不好瞧 都在拍戲 所以他能夠來參加 其實說真的 我也嚇了一大跳 我不是演的耶 我是真的被 因為啊 知道說要去碼頭接人 接誰不知道 帶回來的是小天 我真的是嚇到了 而且小天其實私底下 大家可能不知道 也是一樣 跟我們都炒味 可是啊 他的那個內心 是非常熱情的 他讓他做一件事情 他也會很努力去把它做到 然後一到那邊 最熱情的就是他 幫我們這個 幫我們那個啊 開始修這個 補那個的就是他 度過精采的十五天 卻到最後發生驚魂劑 回來之後 顏志玲確診了 前一天晚上 我覺得身體不太舒服 我覺得 虎魯很乾 然後我從來沒有這個感覺過 我就叫那個經驗說 你們快篩 快篩一下 就快篩 沒有 就一條線而已 隔一天 我就更不舒服了 要大家結束了嗎 一上飛機 我就 哇 怎麼越來越不舒服 顏志玲一路在講說 我一定是 對 我就說有一點點不舒服 他一直說 修憲 我覺得我應該是確診 對 因為是 那你就真的敢 對 我覺得我應該是確診 結果我們一到高雄之後 因為我們老婆來接我們嘛 是我開車嘛 因為你不舒服 所以我就來開車 兩個老婆在後面 然後這裡在我右邊 對 然後開始聊 然後眼睛一直說 她不舒服 我覺得 好吧 那就買快篩好了 對 然後一快篩 兩條線 他們全部 沒有人在車上了 那可以直接下車 你打老婆一下 我老婆 打老婆 她全部下車 然後她就說 我坐計程車回家 我坐計程車回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